今日,据长春国贸腾讯微博爆料,郑爽单方面承认整容,让维护他的张翰大怒,两人感情迅速走低,每天沟通鲜少,貌似已有危机。 长春国贸在微博中写道,前几天听说张翰一个人出国散心,还传出两人绝不同台的消息,一开始我是不信的,但开播发布会,郑爽也不在场,有媒体朋友得到消息,发布会张翰会放出重爆消息,难道这又是真的吗? 今年8月初,郑爽公开亮相,被问及眼角跟嘴角是否跟以前不一样时,郑爽进口承认整容。 随后,被问与张翰的恋情时,郑爽也大方承认。 郑爽刚才说是在一起,你说得好吗? 对啊,是,所以说默认了你们俩在一起。 我觉得,不想就是说显摆或者是怎么样,我觉得,对啊,大家知道。 好的,那你跟那个张翰有多多心,你跟着张翰有多心,你跟着张翰有多心。 不一样的感觉吧,对啊。 不一样的感觉吧,对啊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